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转学转到了美国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和营销的double major 也就是双学位 我当时在美国的城市呢是San Diego 就是圣地亚哥 第四个问题呢是我的皮肤是天生就这么黑 还是我故意晒的 本来的皮肤其实就很黑 但是我也没有说刻意的去美白 所以说算是天生就这么黑吧 第四个问题 我是哪里人以及我现在生活在哪里 我是辽宁人 有一些视频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 听出来一些东北口音 我现在生活在北京 我是一... 具体的我就得要忘了 一三年吧 来到了北京 毕业之后 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来了北京 现在已经在这里生活四五年了 关于我们工作室的一些问题 我会带你们用视频参观一下我们的工作室 在工作室里回答 关于我们的补书和挣钱 我们有多少人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 前两三年来的那些车的老路户 车都不走不定 今天要来见一个客户 然后现在是北京星期天上午的九点多 其实我已经迟到了 这个电影好好看 今天算了什么 看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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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it up 我现在跟张老师来办一件特别重要的 你把我透露出来 我们要来办的事情就是起婚纱 我看到了 我也不知道 我看在这边 有没有的事 有没有的事情 我们要来尝试一下 我们要多重弱 也要让 constructed 我们来做的事 我们看好可怕 往每个人感知 到大家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我们的一些自画像 这个就是几个懒人沙发 但我们一般会对在一起 如果要做的话就会拿开 这个是我们喝水的区域 这边呢就是我们中午 如果要热午饭 或者是初午饭 这会贴一些我们之前拍的照片 和我们可爱的 可爱的百万 然后以及 你们寄来的一些明星片 我们也会贴在这 这个地方呢就是 我们平时 拍视频的区域 窗台是我们种的一些花 好漂亮 阳光好好 嗯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 另外一部分操作台 好这个是我们的器材架 比如我们的相机啊 电池啊 镜头啊 就放在这儿 带你们参观完我们的工作室呢 回答你们关于我们工作室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工作室 有多少人 算上我的话一共有四个人 有一个负责我们视频拍摄和剪辑的小哥哥 然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男生 然后另外一个小姐姐 她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编当系列里 其实编当系列不是我在做 对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呢 我们给她叫二圈圈 然后她主要是负责我们的一些商务啊 一些合作 嗯 对 她还充当我们的小客服 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靠什么来赚钱 第一个呢是广告 第二个是我们线上课程的售卖 第三个是我们咕噜小麦库里面的一些 健康零食的商品 第四个呢就是 其实我们有在帮一些餐饮和零售品牌 在做一些平面啊 照片和视频的拍摄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多数粉丝都不会知道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咕噜从最开始发展到现在 我们主要真的是依靠在给一些餐饮品牌 做一些零售品牌做视觉服务 比如说帮他们拍菜单啊 帮他们拍一些广告视频啊 依靠这些东西来挣钱 尤其是在我们粉丝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就是没有人跟我们合广告嘛 因为没有什么流量 所以说我们只能依靠这些东西来挣钱 然后来维持我们整个的运转 所以说非常感谢有你们支持我 然后让我们慢慢壮大 然后让我们可以慢慢的真正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我们喜欢的事情上 然后分享更多好的食谱 然后好的干货给你们 第三个问题呢是 这是不是我的第一次创业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第一次创业啊 从小到大可能我就对经商啊 对创业啊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 我在海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就会拉着我妹妹我们两个人 夏天的时候会到那个广场上 去卖一些冰镇的果汁和饮料 真正我的第一次创业吧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开了一家淘宝店 那个时候主要是卖一些像 出口的一些首饰啊 饰品啊去卖这些东西 不过在我决定出国留学的时候 就把那家店关掉了 其实现在想想觉得还挺可惜的 第四个问题呢是什么促使我做这个公众号 以及为什么我选择做了一个健康博主 其实如果你们翻到我们公众号的 非常非常前面的视频 你会发现我们之前并没有说 只写健康相关的内容 但是后来当我们分享的内容 越来越多之后 我觉得只有这块的内容 就是营养学啊 自身饮食啊 这块内容是我真正感兴趣的 以及我真正热爱 我真正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第二呢也是希望分享一些 我关于女性独立 然后女性审美 以及自信相关的话题 我觉得所有的女生 无论你的身材怎么样 无论你的长相怎么样 都是由你自己非常特殊 非常独特的美 也是我写公众号 非常想要传达的一个信念 和一个价值观 第六个问题呢 就是做公众号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做自媒体最最难的 就是把你自己放到公众的视线中 你不确定你会收到什么样的评价 你不确定什么样的人 会对你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我自己在生活中 我认为我自己还算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 我觉得这应该是做自媒体最难的一个部分嘛 就是说如何不让网上的各种评价影响到你 然后不影响到你对这件事情的热情 就是关于咕噜我有什么样的规划和什么样的愿景 非常希望咕噜成为一家非常非常成功的健康食品公司 然后现在有在筹划一些事情 但是暂时还不能跟大家说 希望这个东西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 可以跟大家见面 到时候也会邀请一些小伙伴参加内策 然后到时候希望你们喜欢 OK